量食 書 人 食 廖 子 五 日 必 景 為 種 子 豐富 兒童 生活 內 涵 如果說人口的減少是一個必然的趨勢 表示我們應該要得到更精緻化跟更視性化的教育 那學校的減少難道也要是必然的趨勢嗎 小朋友說的話我們要聽小朋友的願望 我們要替他完成獻撫不可以用違法的手段 來把學校一間一間的廢除掉 大城是整個彰化最尾端的地方 海風要上來的時候第一個吹的就是大城 所以就是一個他們說 窮鄉僻壤資源最末端的地方 當初步是因為之前有個當事人 他提到了彰化縣政府三年廢三小時 都是在大城鄉的最南邊 甚至像彈琦國老師圖書館的裝修得很漂亮 學校要被廢了 可是卻還易住經費進去 他就跟我講說有一個小孩轉到第三間學校去 然後就適應不良然後還被同學嘲笑 就是小朋友不應該被這樣子隨意的對待 所以我就很積極主動的去接洽這個案件 然後我五月八號晚上八點就去 檀前村的辦公室 一到現場我就跟大家講說 先大家先不用擔心 你們不用花任何律史費給我 其實國民教育法縣市政府不能以人數 作為刑犯學校的考量 可是中華縣政府並沒有耶 他們就是一次專案評估會議 沒有照法令的規範邀集相關的人員 針對彈琦國小廢校 對學生跟對家長還有對地方跟社區文化的衝擊 進行一個專案性的討論 我們同學 現場的學校可以分班 可以做分校 然後就只是一個五間學校 大家拿出學生名單來 那公聽會上呢 村民也是說 我們希望可以合併啊 我們也可以混零上課啊 不一定要停辦 村民的意見也沒有被採納進去到教育審查會議 任何與兒童有關係的事項 都必須要 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有22個小朋友是表達不同意肺小的 縣府是112年2月24號公聽會 教育審會就已經是以停辦為主軸 家長或者是地方人士大力的表達反對 教育審會就是一個決定 彈琴國小停辦 所以村民單位一頭霧水啊 你說要廢校就廢校 廢校是代表什麼 你要去滅村了呢 等於說 把我們的人材冠出離 卡鄉外里 你會知道我們這個東北季風這麼冷 我們要把小孩送去廊校的地方 我有想要加入車 但是 我原本想要五年級加入 但是卻突然彈琴國小就沒了 因為很多 很多 而且還沒有全部呢 去立法院的記者會過後 其實這件事情是有發酵起來的 也都還蠻期待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要被停辦之前 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 看到啊 蘇菸被駁回 然後大家也是還蠻生氣的難過的 一直問我啊 律師官司在打下去 還有救嗎 還有希望嗎 然後就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堅持走到最後一步 跟家庭教育還是有關嗎 是 媽媽的教育就是 這些物質的東西可能都 沒有辦法比你要完成你心中 你認為說 正確或者是 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感 使命的那種事情這樣 我大學的時候被選上當戲學會會長 同學有事跟我講 我就很想要去協助他這樣 以前的案件 只要面對當事人就好了 可是談前這個案件 就是還幫大家舉行記者會 然後還要去告訴大家 我自己心中認為教育的主軸是什麼 那小朋友就問說 媽你怎麼每天都在跟船長講電話 你在講什麼 他們就說那你為什麼一天到晚 都要跑去跟他們開會 那我們希望他看到的世界 跟他所身處的環境 是一個 全力受到保障的地方 我們要彼此互相尊重 我們不能夠採用 違反別人意願的方式對待他 我會希望這是小孩能夠學習到的 要創造一個學校是非常非常的難的 但是你要把它廢掉是非常的簡單 還是有很正直的人不是為了金錢 名利 只是為了一個理念 為了照顧偏鄉的小孩 那個整個過程是有瑕疵的一個狀態 不管談錢到最後會不會副校 我要的是一個真相 其實我覺得這個案子很指標耶 縣市政府的 關於停辦學校的這些措施 到底中央要不要再 以一個更嚴格的角度來審查 曹子化這個趨勢 在中短期之內是不可逆的 所以學校它就一定會 有些要採病校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考量到經費 還有學生的教育的一個機會 但是要冰校這件事情 恐怕也不是一個 死板板的一個數字 我還是比較建議 就是在裁冰校決定的時候 能夠以個案進行考量 彰化縣政府他們有一個積分表 只是這個積分的一個比重 如果都是等分這件事情 可以再細緻一點 就是要靠學校來振興地方經濟 這件事情是比較難的 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是經濟影響學校的一個發展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區域 再放大一點點 那兩個村也可以去 有這樣的共同文化傳承 那這也是個方式 當然這都要靠教育的人去用心 去做這個規劃 其實真的還蠻感謝大家 就是他們也不會因為說 書院書人就 啊你明明怎樣聊 沒有人跟我說過這一類打擊信心的話 是因為這個案件我才真的很明確的認知到 權力是要爭取來的 就拿談錢的小朋友來說好了 我就想要在談錢 好好的讀書 好好的長大 連這麼卑微的小小的願望 憲夫都不願意達成 小孩的心靈很小 那如果現在有這樣一個事件去傷害他 那那個傷痕是會繼續存在的 我們要讓他知道 他其實是有後盾的 有人願意協助他 也有人願意站出來替他們講話 spectrum 他每天都不認識 你們想要找你 哪些人